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8月1日 今天想說一下鄭若驊的檢控四十多人暴動罪 所謂人箭自有天修,為苦作唱者不得好死 那我輩就以設戒指 在法律的公義女神面前,鄭若驊 自己其身不正,善良不正 又何能服眾呢?自己的錢見各樣,利益申報什麼都搞不好 但現在竟然掌公權力,跟著去控告這些為香港好的人 當然捉他不得好死 樣子就急速老化,快點就變成山川老師的樣子 知不知道山川老師是怎樣的? 即是呢,我又做一隻,看著他的樣子 即是第二天睡醒了 都不用像巫婆那樣照摩鏡了 即是摩鏡摩鏡哪個最美 她跟你的林鄭比你更美 不過兩傢伙都很醜 即是那些鏡子照完之後爆了那些 那律政署那裏呢,就有五個檢控專員 五個檢控專員,即是很專業的那些 發了一封公開信 公開信,你不可以叫譴責的 不過好像比譴責更嚴重 隨便吧 轟這個字,算不算譴責? 即是在那裏炮轟他 不是公開譴責的 總之又數臭他 那就先說了一些大原則 然後我講一下有些結果的推論 又或者反過來也好 其實那幾十個人來講 被人的暴動罪 會不會幾十個都入了呢? 那你由這封信看到少許端藝 即是有些牽屎 就告訴你 可以跟你講 即是那幾十個人呢 應該不會射幾個坐進去的 但也有機會有四五個進去的 然後再上訴去高院 唯有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報暴動罪 而且這麼快呢? 當然就是北京的命令 這封信就印證了很多東西 這封信是向全港市民發的 他就說這個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其身不正 他用其身不正的這個字 即是可能說他的潛建那些 又或者是他勾佬 暗迷 即是總之煲老牛 那個安樂工程那個 那樣子 那樣子都還欺負 即是擺到明貪他的錢 即是老餅睡了下棺材 那些錢就是他的 哎呀 真是自獨苦人心 這些 骯髒 那幾個專員 他們說的不關我事 這個律政司司長 要小心啊 方丈 這份人很小器的 即是他可能現在正在數 啊 誰有機會呢 即是說誰有機會寫這封信 那麼 方丈就處理這個公眾活動案件 是怎樣的 他說他主要考慮政治因素 當然是考慮政治因素 即是之前 頻繁上京就是說了 你要停止這件事的 怎樣用這個司法體系做到 那麼就欺負那些屎 但是最生氣的一件事呢 他們就說了 他就說 這個Lumowa 是視檢控守則而憤土 他是這樣說 用憤土兩個字 即是 法律人員很少說屎屎屎 這次竟然都說 好明顯了 是非常之憤怒的了 已經 還有說什麼 這個Lumowa 指向林鄭扣頭 是用這個扣頭兩個字 那麼很明顯 檢控專員是非常之不滿意 他就不跟程序做 即是如果你一個人 又不跟程序 其他人又不跟程序 那怎樣有程序公義可言呢 什麼都不跟程序 那就人次了 即是不用204秋 不用北京圖反條例 現在已經守不住這個法治藝人 即是你全部東西都人次的 那接著要聽了 就是在這裡 檢控科呢 他就說了 檢控重要的兩項原則 第一 這個檢控前 有沒有考慮到 有沒有合理的機會可以定序 合理的機會可以定序 那就是說 就由這點看得出 其實他呢 告的而已 就未必全部打得贏 但是就很嚴重了 即是他自己盤算可能是 好像條統計學那樣 就是死一個人 但是死100萬人 就是一個數字 來的 即是用這套去想 你明白嗎 即是 例如 你檢控的成功機會 兩成 我當你兩成 那兩成四十幾個人 兩成成班 是不是都有八個人入罪 即是他是想這些死數 撐你個幣 而且不衰得 所以就提去區域法院審 那又這麼說 區域法院呢 就七年而已 就判不到十年的 但是你都賤馬格啦 是不是這麼說 所以呢 有個律子那些人呢 都是賤馬格的了 而且啊 他的二把手 那個梁卓妍 即是公開信裡面 就說他是什麼啊 之前 是被法庭裁定為不誠實的證人的 那現在呢 就負責 負責幫助這個Limora 做這些Dirty Job Dirty Job 那這裏呢 有齊樂 都是齊樂的 那就是說 他們是 一向都心有不甘的了 總之就覺得這傢伙沒有了 即是他說 這個鄭裕華是什麼 他都不是那一批東西 他不是刑事法 不是刑事法的專聯來的 即是他對刑事法的認知呢 不是很深入的 那就是說什麼 咦 不懂 在這裏見到哪一條法例 坐得更深入的 想著坐的 完全都不是專業守則來的 那但是 同時呢 第二點 的檢控守則就是說 你要符合公眾利益 符合公眾利益 那為什麼 最生氣是這件事 因為他們說 不跟程序做 因為他沒有符合公眾利益 什麼叫公眾利益啊 那當然不是說 不是說你 告還是不告那些人 而是說 你告一條 藏不入的罪 那你告完之後 藏不入 那怎麼辦呢 你就換一條 低一點的罪 然後判吧 對不對 那免了你打 兩場官司 那唐廢各樣 誰人埋單 就立罪人 即是他說的守則是這件事 那當你 只在這裏散播白色恐怖的時候 所有的東西都不講公義的時候 即是元朗那邊 你又不去下charge的時候 而這邊這麼快又提了糖的時候 還有一件事 其實之前都說過的 不過呢 就可能很多人 就可能想 因為我一想就想到很黑暗我面 很多時候 但是呢 好免不需要有發生的那裏 那裏 即是我已經想到很黑暗 他還要發生的 那就是說他真是很黑暗 因為那些東西 還打完 就是說那些警察呢 你不用指意 他喝那些元朗那些人 是不會下charge的 就算是 都是拿幾釘油制阿琪 就算是機留的時候 都會可能 特地運耐一點 搞繁複手續 咬一下你的手 打扮 打扮 有什麼事 就叫你下charge 即是去警察投訴科 投訴 警察投訴科 監警會 就是天下最大的笑話 現在 真是 哈哈哈哈 所以 那些東西都亂了大龍 還有你呢 別以為和平示威 就沒事 找些人混進去 挖一下你 那樣 然後又下charge 這個我們叫什麼呢 即是好聽點就叫雙重標準 不好聽就叫大小超 或者呢 正確點說 就叫做執法不公 真是 法律來說 如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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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牌點叫做 不偏不以四個字的話 跌下來 扎死整個警隊了 扎死整個律政署的了 所以 公開信這裡呢 都有說的 即是他說721警黑勾結事件 令所有人震驚和憤慨 當然啦 因為現在你都未下charge 連檢控專員都看不過 這件事 完全不跟守則做事的 現在是 那當然是因為啊 爺叫道 你一定要先震懾些人 嚇到他們不敢出來 讓你知道就算和平都有事 問你死了沒有 因為他暫時來說 又未打算出解放軍局 所以就用法律體系做什麼 他不用明弄的 用暗弄都可以 那些人又好笑了 在說解放軍出動 解放軍出動 他不用解放軍出動 隨便換幾件衣服 混進警隊裡面都可以 那當然啦 裝備就可能不足的 即是都 看到七八成的了 你見近期呢 那些催淚彈 那些彈殼 那些日期 那些過期催淚彈來的 那當然過期催淚彈是有毒 不應該用 問題是 為什麼 他要用倉底貨 即是他用得倉底貨 即是說 大佬 你好像Rambo 什麼鬼都被你射鬼了 老人丸都吸了幾口 你不要對著海蛇 但是又明白 原因就是 來自沙田新城市廣場那些 沙田新城市廣場那些 喂 你們不是喝我咬的嗎 咬咬一下 不對勁啊 嘩 所以呢 不管了 先把催淚彈射去 讓你弱化了 其他人不說 嘩 如果不是 用什麼 我有些毫髮的損傷 即是想事想到這麼糟糕的 現在是海熱 好 今天就說著這麼多 祝各位安康 對了 唯有 God bless 好生氣好生氣好生氣 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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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